打开了哈,大家好,凯峰下课我快要再次和你见面了,这是六月父的第一次见面,本来说是多天吧,六月儿童节啊,拥有一个特别节目啊,晚安也做出来了,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剪辑的这个情妇吧,出去玩响了。 把这个技术得不到之次,今天先简单能误一个,就不经过加工了哈,呃,昨天因为我们那个篮球比赛登下冠军嘛,所以说出去,出去聚会啊,然后没有,没有时间给,在六月一节送上这个祝福吧,首先还是按计划祝福这个中东贴吧的这个巴勇,地关萝卜和这个青老灯蜜六饼吧,我们的饼哥,这两位,这个刚刚当上父亲的这个球迷, 祝你们这个,呃,当这个孩子吧,你们宝宝吧能够健康成长哈,饼哥这个,说个男孩儿,我比说个鬼女儿,那两个要是当个青甲我觉得挺好的,好,看看有没有有资方面的发展,能到时候都带孩子去开球儿,弄不弄,弄出点感情来哈,嘿,挺好。 然后,这个,这个,当底的吧,不光是这两个球迷,还有在第一张吕剑哈,吕剑也是前,前一阵党的父亲,是当老伯爷的时候男孩儿。 这一阵子,当时,吕剑混离的时候,龙哥去了,然后龙哥又去打联了,那这次吕剑的孩子摸鸡条吧,龙哥又回来了,感谢小刘剑给我们青岛足球带来的幸福吧。 也同样祝贺这个,以前咱青岛队的这个门阳阳阙吧,阳阙前一阵也当父亲了。 在压惯这个,八强,宏大队斗进FC的比赛,这个,阳阙也是表现得非常好。 但是,属于说,看宏大的比赛,也相当于看半个青岛队嘛,阳阙,李帅,刘剑,包括那个谁,秦松的,也得,不是,不是,啊,是, 祁参队,跟秦祖队也有关系。 在李长 Campus租之前,李杖 Glenbox和王维满,这么默九点队,就是这个,老公秦道的根基哈, 所以说,一旦一直开玩笑说, 虽然音音从你很好,一直开玩笑说, 这是什么请到二顶。 这个歌六与儿童节吧, 虽然说,大部分这些曲名已经是没有这个国节的权利了。 但是吧,我们还是怀了一颗比较美好的同行。 不管说,最近这个载期很不好,大家都很早期, 难得了吧,六月时有个这个修载期吧, 弄个去把习宣外员。 我那天早上看了这个新闻以后, 我觉得我考验。 我印象中, 总能从来没有为了宣外员亲自出去跑那么远。 要不就弄一些人不要的, 然后,要不就是弄一些什么呕吐地,蛋糕地,鞠躬地, 我就各种,各种不给力,各种280万美金吧。 这次蒙哥亲自去拔旗吧, 我觉得,应该会有收获了。 看看这个穆里奇吧, 穆里奇,可爱奥。 在这个, 在这个, 恒大和作用, 包括这个南昌, 南昌的, 现在那叫上海神兴吧, 这几个什么, 阿杜尼奥的几个外员, 虽然素质低一点, 南昌几个外员, 但是, 确实很管用。 在中超线的这种情况下, 我确实说, 有一个好外员, 特别是封线上的好外员和一个好前缘, 可以给球队带来一个很大风策的提高。 你比方说, 红大要是没有穆里奇和孔卡, 其实, 他达不到今天这种高度啊, 也包括这个, 什么, 那个江苏啊, 达纳拉和耶夫蒂奇这两位, 确实好用, 你不服不行。 说中国足球的这种现状吧, 还是说, 与外员, 为天下嘛, 虽然说咱庆岛, 本土球员都很出色嘛, 但是, 如果来一个比较好的外员, 能够提到一个, 穿帽带的作用哈, 贵宁农, 起到更好的效果, 就像去年沃伊斯, 在队里边吧, 给宋梅杰和朱建荣, 形成了这个, 无形的这种竞争, 去年他俩发挥非常好, 今年, 可能是杨智岛的这个, 战术安排吧, 突出不了这两印的特点, 包括前一阵郑的这个停赛, 也是咱这个, 前场的进攻, 确实是捉襟建筑, 希望郑刚回来吧, 这阵容也起走, 再加上二次演员呢, 如果说, 能够起到音乐效果的话, 我看, 就是朱建荣和宋梅杰, 能不能, 再塑造去年这个辉煌, 宋梅杰去年最爱新人嘛, 也觉得说, 他还是比较有潜力的, 他是属于那种快, 然后, 冲起了那一下的爆发力特别强, 记得去年, 他在客场打鼓呢, 他突那个发别弱, 突的发别弱根本碾不上呢, 朱建荣属于那种意识比较好, 尤其是门前这种投球和强点, 然后, 然后, 朱建荣这个队员吧, 我觉得他是身体, 可能是感觉比宋梅杰稍微好一点, 宋梅杰的速度突出, 就是一高一快, 觉得说, 其实这很大程度啊, 可以丰富青岛对这个签上的打法, 好, 这个说得, 说得提战术的事儿吧, 大家以后, 除了好, 今天6月2号是曲波的这个结婚的人, 然后祝福这个曲波新婚快吧, 同样也祝福这个前两天结婚的孙江沙吧, 新婚快吧, 孙江沙和曲波, 一个是现在青岛队队员, 一个是曾经的青岛队队员, 不管说你曾经在这里待过, 为我们创作过换个, 或者说你现在正在球队踢球, 都是我们青岛球迷眼中, 的英雄, 希望你们新婚快吧, 呃, 这个, 今天吧, 就是说, 其实这个修态期可以说是比较轻松和欢歌的嘛, 因为, 最近有很多人, 生了孩子, 当了父亲, 有很多人, 走过婚姻的殿堂, 祝福各位所有, 青岛的球迷, 青岛的队员吧, 希望大家能够生活美满, 爱情甜蜜, 学业进步, 同时也, 也祝愿这个即将参加高考的这些球迷朋友们嘛, 呃, 加油, 呃, 相信高考过后, 你们一定能够找到一个理想的舞台来展示你们自己的才华, 但是, 当你们离开青岛, 去外地上大学的时候, 请你们记住, 温温如何, 温温你走到哪里, Wherever you go, you always chin down, 你永远是青岛, 球迷, 永远是我们心中的骄傲, 每一个人, 每一份信念, 每一种信仰, 都汇成两个字, 青岛, 相信我们的球队, 相信我们自己, 我们有伟大的球迷, 我们有伟大的城市, 我们一定会塑造我们伟大的辉煌, 呃, 最后吧, 来这个, 可以说做一下宣传工作吧, 宣传工作做一下这个广告, 做一下广告,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有一个球迷协会嘛, 叫青岛TIFFA球迷协会, 然后, TIFFA的意思就是, 但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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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能在英语的这个语法上有一些, 不达地的地方哈, 但是就是已经这么叫了, 就是说感谢这个, 所有这个, 我们这个球迷协会的, 这个不是这个球迷组织吧, 不能算是一个球迷协会, 就是说我们人不多, 但是我们经常是我们有一个群, 你经常在群里面聊天, 我觉得就是, 球迷嘛, 我们因为共同的爱好组在一起啊, 然后因为是以海外军团的这种名义吧, 我们觉得更比较有话题性的一个组织, 因为大部分这个, 就是里面的大人, 就是第一热爱青岛足球, 是青岛球迷, 第二, 有在海外生活和工作过的经验, 又已经, 就是回到中国了, 还有, 正在国外的, 像我这样的, 还有即将准备出国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成员遍布, 不能说遍布世界美国啊, 但是世界很多地方都有我们青岛球迷的这个足迹, 比方说我在韩国嘛, 我们有在这个美国的英国, 澳洲, 包括这个, 呃, 乌克兰啊, 白澳斯, 西班牙,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韩国, 日本, 新加坡, 呃, 加拿大, 然后, 很多国家吧, 可以说, 基本上说阿博语好像没有会的, 基本上就是比较流行的语言好像, 我们都有精通的, 就说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 因为高考完啊, 可能很多球迷们, 小球迷选择这个出国留学嘛, 就出国留学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这个群, 因为我们这个群是以青岛, 青岛球迷, 以热爱青岛的球迷为这个主体的这么一个载体, 我们会给你, 给你们一共提供一些, 我们能够帮到你们的地方, 比方说, 如何选学校, 如何这个准备签帐, 如何准备行李这些东西, 虽然说, 我们不是说特别专业, 但是因为毕竟经历我, 所以说可能会给你们带来一些帮助, 如果感兴趣呢, 可以加入我们这个QQ群, 我们这个QQ群号呢, 我给你看一下哈, 我们这个QQ群的, 叫青岛TIFFA群民协会, 然后, 我们这个群里面, 现在人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 有不到一百个人嘛, 我们这个, 有来自, 不是来自, 就是分布在世界, 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青岛球迷们, 然后大家在一起这个, 一起聊球, 一起聊天, 所以我们群里促成了几对恋人啊, 当然这个, 希望, 如果能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么互相, 认识姻缘的平台, 我们也很荣幸, 然后, 因为大家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嘛, 也是比较, 比较让人羡慕的一件事情嘛, 我们这个QQ群, 群号是160504222, 16050422, 如果你感兴趣呢, 只要你是青岛球迷, 你有我们这些海外背景, 或者你想出国, 都可以说加我们这个群, 我们的会长很爽过面, 主要是我们几个副会长, 来运营这个, 我们这个QQ群, 我们那个, 在组场对大家阿尔滨的比赛, 看了, 我们也组织看球啊, 我还专门这个, 回到青岛, 为了看这场球, 所以说, 我们这个组织的人都非常好, 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机会吧, 最后呢, 这个, 再次祝福这个曲博, 和孙江山, 这两位这个新人吧, 新婚快吧, 希望以后, 生活没满, 希望曲波有朝一日, 能够回到青岛, 因为青岛球迷都很想念你, 我们不能忘记你, 诸鞋杯打进那一球, 不能忘了你这个追风少年, 在青岛的这十年, 静静爷爷给我们带来的欢乐, 给我们带来的进球, 给我们带来的胜利, 感谢你, 祝你新婚快乐, 太阳也祝孙江山, 新婚快乐, 祝福所有的青岛球迷, 祝福所有的青岛的孩子们, 六与二重节快乐, 太阳今天六月二号呢, 也是青岛解放六十三周年, 祝福青岛, 希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谢谢大家, 当然最后呢, 也预告一下, 如果说我们的技术工作人员, 能够及时到位的话, 我们会做一些更为这个系统, 更为这个专业的一些宣传片, 或机构片, 而本人呢, 只是说对视频来讲一些东西, 但是我这个视频制作的, 这个基本功是不会的, 所以说不能做出非常赏气悦目的视频, 请各位见谅, 这个有一个想法呢, 因为前程比较忙, 一直没有实现, 就是, 最限民族风这首歌的歌词呢, 我想改成最限青岛球迷风, 或者说叫最限青岛足球风吧, 最近抓紧时间, 在这个修改歌词当中, 如果说那个, 一旦修改成型呢, 会唱给大家听, 那最后吧, 还是祝所有人能够快乐, 谢谢大家。